俄军继续集中火力猛攻乌东顿巴斯地区的同时 又开始攻击乌克兰其他城市 有一枚巡异飞弹 惊险掠过南部城市 尼古拉耶夫核电厂的高空 厂方表示这是恐怖攻击行动 另外已经恢复平静好几个礼拜的首都基辅 又遭俄军攻击 普丁还放话表示 如果西方继续军援乌克兰先进武器 将会找新的目标下手 另外乌东卢干斯克州州长对外表示 俄军一度控制了北敦内斯克市七成领土 但在过去两天 乌军逼退了部分俄军 现在北敦内斯克几乎是一分为二的局面 但是乌军预料俄军将在未来几天 发动大规模反攻 尽管战事吃紧 泽伦司机公布一段影片 显示他前往乌克兰东部 俄乌战斗最激烈的地区 距离北敦内斯克南方只有几公里 泽伦司机身穿招牌军绿色T恤 在一个类似地下堡垒的建筑中 与士兵谈话 希望能激励最前线的战斗士气 记者光斑华 蔡新城综合报导 我们有三种版本的水神雾化器 这个比较大的 它是比较适合大瓶树的 那再来还有这一种款 这我们办公室很多 你还可以买这个小型的 放在你自己的桌上 哪里买呢 我们的快点购网站上面就有了 记得输入优惠 马上就给你折扣